欢迎回到这个小时的新台湾星光荡荡 不说你不知道 人家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十个秃头九个腹 还有人家讲什么戴上假发附上家腹 最好是这样啦 这个如果说没有头发到底是不是会有钱 这个我们不能确定 不敢讲 但是呢 这个头发掉的越厉害 烦恼恐怕就是越多 这个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啊 跑去找医生啊 花了几万甚至几十万要去找医生啊 看头发可不可以长回来 结果发现怎么连个鸟毛都不长啊 这个整个被骗了嘛 所以才会发生这两天呢 上了头版新闻的这个案子呢 我们先来看 90天 90天 让你的头发发生奇迹 会发生什么奇迹呢 诶 周先生 怎么可能啊 史云讯 草本建法计划 赖先生 诶 这是小王吗 哇 太夸张了吧 是他吗 耶 紫綠俊 草本建法计划 90天 头发有奇迹 那你还等什么啊 请播 0800 008 228 228 好很多的男性呢 甚至女性朋友也有这个头发掉的太厉害的烦恼 然后看到这样的广告就觉得很心动啊 这头发可不可以长回来 结果发现说 诶 我要等90天的奇迹 但是不但没有等到 我身家都把你拉下去 什么都没等到 所以呢 就有人就告上法院了 好我们今天来看到现场的来宾啊 先来看到的这个是资深医药记者洪素卿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观众朋友大家好 皮肤科医师廖苑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史工作者汪彩耀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到哈 就是这个中博昨天有发生这样一个案件 就是有人要告上去说我用这个生罚水一扎扎的快50万 结果一根毛都生不出来怎么回事 对 因为其实史云逊他本身在这个亚洲地区 他知名度真的是蛮高的 那我们也晓得就是说一个产品今天你要卖的好 不外乎就是你要找大明星的代言 当然一开始前面的前置作业很重要 就是你要先透过的媒体把你这个产品炒红 然后炒红之后呢 我要让他红上加红就叫大明星来代言 代言完毕之后呢 再找一些什么 见证 你看哦 先炒红 大明星加持 见证 然后广告拼命的狂播蒙送这样子 那这史云逊呢 他当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他当时的第一步骤呢 是先找港星李子雄 那我们知道李子雄呢 他常常在电影中都演反派的角色 他的确头发不多 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他就是有M型凸 比方说我们讲的雄性凸 那他是M型的嘛 地中海 我们讲地中海 所以他前额头发很少 那找他来 我要先讲哦 你讲代言他会生气哦 你要讲他来分享 我跟你说 分享跟代言这两个词啊 就有学问 因为一旦如果出了事 到时候呢 检调机关 或者是卫生机关 来查你的时候 代言跟分享 这个就有关于你 会不会被罚 或者算不算够犯哦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提 这是没告诉我 OK 他说他是分享 OK 结果呢 他用了史云逊的这个 所谓的生发液 或生发产品之后啊 他前面的额头 真的就长出头发来了 结果呢被人家踢爆 你前额长出头发来 去带假发 哎天啊 等一下等一下 有那种就前面一块的 这样的假发啊 你看嘛 小片的 本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是这样嘛 就假发 他没那么凸 懂我意思吗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哦 对 把它弄得很凸嘛 所以其实有什么 前面故意把它弄得很凸 其实后来变成这样 那算是大有进步 对不对 或者另外一种就是 本来是这样 然后后面的头发长出来了 后面的头发是假的 但通常我们都是前面 故意把它弄得很凸 然后后面长出来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要拉拉看 比方说 你看 我会想要证明 比方说我假设我是某位代言的人 然后我就说 你看我现在长出来了 你看 前面细小的这个什么 毛对不对 你看 嗚嗚 那如果是假的一拉 那就 那就完蛋了 再来呢 到了民国97年的时候呢 我刚才讲过 一开始先炒红 然后带大明星加值 接下来呢 要有见证了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代言的人呢 就变成成招容 我们台湾一哥 不管是分享还是代言啦 你看喔 他很奇妙 就说他用了这个产品 他头发长了 但是他长了之后呢 就有这个所谓的 好事之人 我猜这些好事之人 应该就是 觉得被史云讯骗的人 他们就会去踢爆 踢爆说你看看 2009年 如果你一路又用到2011年的话 那你应该是越长越多啊 可是怎么 怎么反过来了 怎么反过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到底是什么 是生法医还是减法医啊 还是吊法医啊 您了解我意思吗 建林好 再来我刚才提到不是大明星 就还有见证吗 来这是见证 这个更妙了 观众朋友请看 哎呦 这么突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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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90天我跟你说 对于我们这些头发很健康 乌溜溜的人 90天这样子 我们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于他只有 1000烦恼师的人啊 能够变3000 90天我告诉你 开心到不行哦 真的哦 有一根算一根 所以人家执法是一根一根算的 不是吗 但是倩玲 你知道玄机在哪吗 这些人本来头发就是这么多 但是拍之前 故意先去剃成这样 这样还不叫广告不实 叫什么 当然是啊 故意剃成这样 然后再让它长出来 剃成这样长出来 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人 据有人踢爆说有一个人啊 他因为长的状况没有很好 退出广告 所以这样大家了解 我再讲一次 大明星 大明星 见证 然后广告的狂播猛兽 最后呢 今天的下场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见证 有这个使用者去告他诈欺 检察官呢 也认为就说 嗯 这是应该要来办的 对 不过呢 肃秦像这样子的人 应该不在少数吧 只是他们有没有讲出来而已 可能有的人具名 有的人就算了 自己就这样吞下来了 而且照刚才中博讲的话 他这个妹妹嘎嘎这么多说 我叫代言哦 我这个不叫代言 我叫分享 可是像李子雄那个案例 他是带了一点假发 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妹嘎 你说你是不是代言 是不是分享 你带了一点假发 你还敢说是真的吗 嗯 这分几个部分来讲 因为呢 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不止在史云讯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有没有很深刻 以前呢 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减重产品 叫做土耳其草莓 哎呦 有没有印象 有 土耳其草莓那个事情那时候闹得非常大 他卖得不得了 我觉得他已经捞了好几亿 牵扯到还牵扯到成性歌手 那最好笑的是那个土耳其草莓 他就号称说他减肥的功效有多神奇 还来一个什么爱马妈妈还是什么妈妈的 然后就说他吃了之后瘦多多 就后来被人家踢爆说 第一那个人根本没有吃 他的瘦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更好笑的是 该媒体还去查证说 人家土耳其说 我们拿什么沙漠草莓这个东西啊 博尔其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连这台试都没有 从头到尾 它都是一个假的东西 所以那件事件之后 让所有的法律的相关单位想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从来也没有使用过 居然可以出来呼啰大家说 我就是用了这个这么瘦 他们以前很扯 他们广告可以争减重前减重后的 就是找两个很像的人来拍 有时候他就发现这些问题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公平交易法 在99年的时候去做一个修法 修法重点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是21条的部分 21条的部分 他们把我们所在代言的这个行为 跟素人的见证的行为 做了说你必须要负责任 素人的责任呢 他定的比较有限 因为老实说 素人去见证拿的钱也没有多少 所以他通常是 他主要是民事的赔偿 可是以他的酬劳10倍之内 当作赔偿的额度 所以我如果拿个1万块 他最多要赔10万块 可是明星的部分就要注意了 明星如果你被发现 你是可知 你本来可以查证 知道他可能有问题 你还接了代言的话 到时候真的被发现 踢爆的时候 依据公平交易法 你是负连带责任的 这连带责任 当然你说不定在诈欺这个行为 你没有刑事责任 可是在公平交易法里面 你可能真的赔到会脱裤子 所以这是让他注意的 但你说这件事情 为什么检察官好像觉得说 这几个人没事啊 其实他有几个 第一个 第一个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诈欺的部分刑事 刑事其实我觉得我很 觉得很要鼓励这个受害者 因为终于有人出来说 你这根本就是大骗子 因为很多人受骗之后 都摸摸鼻子算了 人家没事 人家没事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一起诈欺 他就说比如说 以陈焦龙的部分 他觉得没有 其实你可以看 在广告的部分 他是介绍见证说 你看哦神奇 哦神奇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 他其实是这样做出来 因为我一般我来看 他真的还蛮神奇的 就是他主要是在介绍 这五个人说 这几个人说你看 哦对他有多神奇 所以我只是介绍见证的 我怎么知道吗 第二个部分是 比如说像包括 侯立芳侯姐 或其他的明星 他们有拍广告 哦风银的法师 可事实上大家要想想 其他的广告的拍法 是不是也是这种手法 老实说有一些 女明星拍那个 什么塑身衣 我就不相信 他那么那个 都买有修片 对不对 那你说修片 跟真正的广告不实 这件差异在哪里 所以有些明星可能觉得 这只是广告片拍摄的手法 因为他看起来 差异比较大 所以会做一下嘛 所以他也不一定会觉得说 这是没效的 因为事实上 他可能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 可是产品好像看起来有效 你看他给我说 这些见证者都这么有效 所以在检察官认定下 这些人或许没有涉及 这个诈气的行为 但未来在公平交易法 因为他说 公平交易法 99年才修这个 这些人都是 代言的时间早在之前 这是要怎么处理 或者什么样 我看接下来还有一步 他们虽然第一个 未必一定不会有刑责 我个人推测 第二个 但是会不会有相关的 公平交易法或什么的 这可能还要继续的看 其实2008年 就有8个人 8个使用者 去告过史宇迅 当时我们的一哥成昭容 就被牵连在内 但是检察官的起诉书 上面有写 就说他是不知情的艺人 这就回应了 刚才苏晴所说的 就说我不知道嘛 我并不知道说 你们这些广告 你这个从头到尾 都是找一个人来 然后把头发削倒 我不知道 那因为他是不知情 所以呢就没事 可是如果你知情呢 比方说我举例 像刚刚我们说的 这位李子兄 我也说嘛 他不知情嘛 是不是 可是这不知情 有时候会说不过去吧 你怎么可能戴了 一个假发 戴了然后说不知情 对不对 所以知情与不知情 会在检察官那成为 该不该起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这边来讲 就说不止这些生法产品 包括很多的健康食品 你却硬要说它有疗效 这样的广告 屡见不鲜 对不对 来 已经有某大哥级主持人 被罚过了 也有某活动的女主持人 被罚过了 被罚 罚多少呢 我跟你说 今天我一个产品 结果呢 明明就没这个效果 你说的天花乱坠 对然后你说没有 我只是分享 可是呢 在卫生机关 比方说新北市卫生局 比方说台北市卫生局 他就认为 苏星 你当时在分享的时候 你明知道怎样怎样 不能讲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讲 不管 四万块 一般来讲一张罚单 四万块钱起跳 我们常讲 厂商常讲 艺人也常讲 这叫卫生局请你去喝咖啡 其实请你去喝这咖啡 就是要告诉你 我要罚你钱 一张就是四万 所以呢 其实很多的名人代言 是有一些这个 要特别的小心的 比如说我们也看到 不少的这个名人也有代言 这到底能生法 到底有没有用啊 我们先来看 读 输了没关系 但是毛囊读输了 你的头发就得 容颜认输 史云逊 TF朝北受伤的毛囊 又回到健康状态 头发当然变多了 你的头发不想认输吗 史云逊 不是让你赢 还赢得漂亮 0800-008-228 我爸什么都好 就是他的头发 我年轻时也是很茂盛的 所以我到史云逊 请专家借助我的困扰 我年轻时真的很茂盛 有头发问题 要及时行动 那我也要去史云逊 请播 0800-008-228 史云逊专业建访 好所以其实你广告里面 怎么样的用词 可能事关你后来会不会出事 你就不要讲了一副 说90天一定怎样 你90天以后没有 就是活活给人家抓到把柄 但是看到这样的广告 我都不好意思请教了汪老师 你今天要上节目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而且非常大方的 要跟我们泄然他的心情 真的是二度伤害 你是说我们还是说广告 搞得我 你很有自信心 对不对 我也是苦主 所以可以为宋幸的研究生来代言 真的他只是头发比较稀疏而已 而且滑气线比较高 而且但是再怎么样 这个也是一个缺陷 毕竟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是看网路跟电视的广告说 艺人使用这个史云生以后 突然间头发一直长出来 可见非常有效 但是他一去询问之下 哇塞 价钱这么高 几乎将近50次要46万 这天文数字 他只好一直去打工 然后当家教 无眉无眠 这样去砸针钱来 来付给这个史云生 然后一去到史云生的时候 先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用仪器来看你这个毛狼 每一个人看到我们这个毛狼被放大以后 都惊骇莫名 好可怕 上面污垢这么多 这毛狼已经必塞了 根本没办法长头 然后他就跟你游睡 然后他知道你的信心已经崩溃了 你的提防心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就攻入来了 然后就开始跟你洗头 洗一洗 这洗一洗 然后就跟你介绍这个疗程 然后说 这个居家护理的这个产品 有什么 一一的跟你介绍 然后但是我一直在使用 还是一直在调 没有二指 然后他又说 没关系 我把你这个头 送到国外去化验 哎呦 真感激 还弄到国外去 然后还是没效 一直落 每天 这个每天浴室的这个排水口 还是一大戳 可就没有效 然后他就 子云生就跟你讲 没关系 我们换一个新的咨询师 他的新的手法 可能会对你的头发有帮助 然后再来一个新的疗法 再来就是新的疗程 听起来超吸血的 对 听起来超吸血的 这个不行我们换一个 那个不行再一个 反正就一直在吸 就是说他是站在我们立场 真的是要帮我们忙 他手法不断的 宠物一直欢心 总共前后花了46万块 还是没长出一根 而且真的有长也是细毛 那个是寒毛 不是真的毛 然后他这个研究生是气炸的 气得不得了 认为说 史云生是用这种欺骗的方式 来坑我的钱 炸我的钱 所以他才鼓起勇气 请律师来告史云生 不过廖医师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有点难过的是 他才24岁 这并不是他的闲钱 他要去打工来赚这样的钱 但是我也看到也吓一跳说 24岁就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这个头发狂掉的这个问题 年龄层有在下降吗 应该是说 注意这个问题的年龄层有下降 所以其实24岁 我还不是我碰过最年轻的 真的 我碰过最年轻的是 刚上大学的大学生 那不是才18岁 因为他已经看到他的这个 两侧的法际线有点往上跑 那另外他看到他爸爸 他的一个亲戚 大家都有这样子 最后头顶光亮亮的 他非常非常忧心 那所以这个 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点的人 越来越年轻 这倒是真的 所以也许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越来越早掉头发 而现在的人爱漂亮 越来越早发现说不对 对 我要去想办法 对 因为其实兔头这件事情 你说他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 影响到他的发生率变得特别多 这个是比较少的 一般来说还是基因的一个 遗传的一个影响 还有荷蒙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我们不免来说 外界环境会有一些些影响 但是这影响不是大到说 这几年内可以让这个突发的这个年纪 一直往年轻化的一个趋向 变得这么大 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必须就是在更年轻的时候 必须踏入职场 或是说我们在交友 然后在Facebook 也要维持一个很好的面容 所以越来越多人在更年轻的时候 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会在意 他会在意 不过像翁老师 有人讲说掉头发 已经不只是自己本身头皮的问题 因为你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当然希望你没有 会不会影响到交女朋友 或者是娶老婆 这样子 影响很重 没有啦 你那时候还没有吧 对 但是已经有那种征兆了 然后我那个岳父就讲说 哪有人这么年轻 头发就掉成这个样子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你几岁 27、8 然后我说我只有头发这样子 我其他的地方都好好的 他才答应这个分事 后来我要去取的时候 又说他是外省人 怎么可以 就这样子 后来真的这个对身体影响很大 对心理影响很大 但是而且我自己在从事中药 要推销这个药变得很困难 没有人相信 你没有推销生法药就好了 而且在社交上 常常被人家取笑说 我知道他家有一样药 绝对没效 生法 可是中国像你也还蛮年轻 我看你头发蛮茂盛的 你应该完全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吧 对我曾经也有被这个调法所困扰过 真的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退伍之后 我刚考上一家 那时候刚成立一家 民国85年有一家电视台刚成立 我刚考上 那家电视台很就是很拼 他就是以这个要追独家为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压力超大的 你知道我进去那家电视台 短短一年之内啊 头发大概那个时候就掉到这么短这样子 就这样子哦 我不是什么雄性突或者什么 你这个叫做鬼剃头 你这个叫做鬼剃头 对对对对对 廖律师讲对 就鬼剃头 就压力的关系 对所以压力性的突发 跟我们这个雄性突其实不太一样 压力性的突发就像中博这样 可是中博完全看不出来 以前曾经被鬼剃头 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先讲解给你听 我刚退伍就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不晓得说 做记者压力原来这么大 然后呢 那时候我跑警政新闻 所以要喝酒 然后我那时候一天 一天可以抽到一包半的香烟 老师这些都是 全部都是no no no的 你看我算给你听哦 一包半的香烟 然后喝酒 然后熬夜压力超大 然后每天半夜睡觉 整个身体都是这么紧绷哦 然后你醒来才发现 我手干嘛縮成这样子 就叫压力有多大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那个年代 我想请你很清楚 麻辣火锅正大行其道的时候 到现在才是 我们从头都去吃麻辣火锅 是加喝酒 我就把这所有的原因 去告诉了皮肤科医师 皮肤科医师说 怎么天哪江先生 你怎么每个都中啊 你活该嘛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 所以就是他讲的鬼剃头 所以那时候也困扰很久 但是医生有跟我讲 就是说 当然你吃药是要该吃的 另外他也告诉我 就是说 你头皮的清洁很重要 对 不过呢 很多人如果说 当然面临大量调法的问题 有的时候想说 会听到很多的偏方 待会呢 汪老师还要很不吝啬的 跟我们分享他过去 做过哪些的事情 他也曾经投了不少钱 下去马上回来